今天的 佛家宝藏美食 你嫩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很好的是 它保留了一点那个 马铃薯的皮 你知道吗 那个香味还有在 我第一次是 盐水鸭 马来西亚 我们都是饮狗鸭 它就真的是天香 难怪 喜欢吃自然味的朋友会喜欢 它是地中海美食嘛 今天我们的佛家宝藏美食 第一站来到了 TTDI 可是TTDI这么多美食 对啊 怎么会有一个隐藏美食 我们还没有发现的 哎呀 所以就是不懂嘛 我们Producer直接把那位置 设置在这里 也就是 Monara Kent TTDI 这样就简单啦 范围缩小啦 这样很容易找到啊 可是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应该有 鸡瓜 小心 对 会升起来吗 你刚才踩到 我们就掉进那个厂厅了 这边椅子吗 我觉得应该是在这边 鸡瓜 嘿 好啦 掉完了啦 我们还是在这边找美食吃啦 诶 这个是 这个是 哎呀 我发现了一个入口 是不是 没有 因为它的招牌就 真的就是 这小个这样子 小小一个 感觉很像是一个密室什么之类的 我们玩密室逃中 走 对 密室逃中 我走进刚才大家看到那个通道的时候 我真的有 哇 因为我们现在拍摄的时间是白天 但是其实晚上的时候它的那个灯光就是比较黄的 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色调有一些不一样 嗯 然后进来的时候你就真的会觉得自己是贵宾 哈哈哈 来 我们要赶快介绍一下 他就是负责的Summer Summer 是 Summer 为什么当初会有这样子的概念想要看一间这样子的Vegan Find Dining 产品 就是客户群 他们就说 诶 可不可以想要路火就更精致一点的 整个不管是在你的呈现上啊还有你的食物上 嗯 所以从那边就累积到一些咨询就 诶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嗯 然后所以就 才会有Cookie的出现 嗯 然后像可能 别人看起来是一个小豆腐的东西 但是一个小豆腐它里面就含有17种不一样的食材 嗯 它是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 但是你在吃的过程的时候 啊你是吃到那个不同食物的那个很细微的层次在那边 然后而且你吃下去它是属于舒服的一个食物 所以它不是那种活而不实的感觉 对 那我们就 谢谢咱们 谢谢咱们 谢谢 因为我看到今天的料理都蛮精致的 对我之前就是一直被他们每一道料理就是经验到 我期待那个惊喜 嗯再一次经验到那种被惊艳的感觉 对没错 好我们先来从它的第一道 Gammo doki 对 很难尽你知道吗 听说这个是用了17样食材做的豆腐喔 对然后要先喝一口汤 那它豆腐上面其实有小小搓的姜 老板娘说先喝一口没有摻到姜的汤 感觉很清澈耶这个汤 对它有用那个白萝卜啊 昆布啊等等的材料去煮 看起来很清澈 但是喝起来很有味 好好吃 很难耶 可以虽然然后石器怎么没办法一一列出来 但是的确它很像是不同的石层在里面碰撞的那种感觉 它这样子是固体嘛对不对 可是你吃进去它是会化开的 它会这样 但是在我口腔满满的还是刚才我们喝过的那个姜 那个汤的味道 你可以喝到就是他们的用心跟细心 没错这个好吃 我们先吃面 来看一下它这边有一个 我记得这个我就记得它是用很多天去弄的那个 番茄 这一个是番茄 对对对对 OK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跟平时吃的非常不一样 是因为它是用十多个小时 因为你还可以咬到它一点点那个酸甜 Juice juice的感觉在里面 可能是吸的汤汁的关系 它自己本身是有带酸的 嗯哼 很活啊 我好喜欢它的那个面提耶 它是比较嫩的那种 全麦的拉面 难怪你再吃到那个芝麻香的同时 你还有一点点那种燕麦的香味 淡淡的淡淡的 接下来 我想要吃 这个 对对对这一个 它这个就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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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拨开我的西 没有摩起 没有啦因为那是洋葱嘛 所以这个是Potato 对 这个它把它做到非常精致小巧 对而且你看它切到很漂亮的长方形出来的 那上面的酱听说也是用了非常多的食材去熬煮 它是用主要是用那个硬嘴豆 然后十多种 然后去调配出它的好像类似玛丽的酱料 好像吃到九层糕的时候 没有 可以这样慢慢剥 平平吃那种 菇薇呀 就会一层一层这样吃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很好的是它保留了一点那个 马铃薯的皮你知道吗 哇 那个香味还有在 没错 这个呢它是外面炸得很酥脆 然后里面你就是吃到 我们吃到马铃薯的时候那个感觉 原汁原味 对 欸接下来有一排东西是 一排东西 这个它的马铃薯 你会觉得它是用大自然去inspire的 对就是跟我们看到那个小盆栈很像 它这个像土壤一样的 五种菇类 六种不一样的坚果 去调出来的土壤 因为上次来你是不是有吃过这一排 我马上放上网 我讲天啊这个 因为它放上去嘴巴给我的感受是很 震撼的 对 开始犹豫了 每个都不错 先放这个吧 这个 因为它看起来比较简单 除了淀粉 然后有番茄 还有一个炸锅的紫树叶 小小力量大 真的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它在里面爆开耶 然后加上淀粉 它其实淡淡这样子 就 可是它有一种油 油分 所以让它整个东西没有这么干 好特别喔 好吃 这个放第一个是对的我觉得 因为其他看起来更 就是味道可能会重一点这样子 对 接下来应该就是这个 它好像上面很多那种装饰品在上面 哇你用装饰品来形容 没有错 没有错 好像皇冠喔你 真的 而且你看它有 它每个食材都有不同的颜色 就很漂亮 然后透明的这样子 但也同样就是它们都是3mm 哇 它的那个蔬菜啊 可以让你吃到的感觉 是滑滑的 因为它可能它 他们自己天然的那个汁 你切了锅它会 剩出一些汁 是滑滑的 Lady finger 所以才会有那种滑滑的材质啊 对对对它的那个汁叶 就很天然的那个汁叶 然后加上它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关系 然后如果你看 一小块一小块 这样滑过去你的喉咙 它是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它不是一整片这样子 对 就碎碎的嘛 跟我们自己咬碎碎有点不一样 一人吃一个你选 叫我吃这个 好你吃 那我吃这个 喔它这个 它的米呢是有 有微煎过的 所以它就是微脆的感觉 这个是 Oranche推荐的 一定要吃的 对呀 几种坚果几种菇 诶它的手感很特别喔 嗯 是不是好像真的吃到 土壤软 松松软软的感觉 我明白你讲什么 你知道喔 突然间吃穷了 对不对 真的 真的 香味 主要来自于坚果 那五种坚果 对 就是可以吃的 泥 它真的有土壤 可以吃的 所以这个就是名副其实的吃土吗 可是很特别 对我来讲真的很特别 真的真的真的 我那时候吃了完全 明白你的感受 然后这个就是 刚才我们讲的 它用了三天去 让它 天然的去process过的西瓜 其实我觉得进口的 你吃起来还是有汁的感觉 嗯 它有一种不一样的汁 甜的 微微辣的 像刚才我们讲过 它有调味过嘛 但是它给我的感觉 是有那个红色姜的 一点点的香味 很特别 完全是跟我们平时吃 Maki吃Sushi 是不一样的 Summer while baking 马上嘛 马上 对 还是你要请大家一起 嗯 我看一下我钱包啊 好啦 自己来发掘这里的 保障美食喔 嗯 嗯 好嘞 嗯 好嘞 好嘞 哦 人影师好我跟你讲 什么是 那我终于找到这个 隐藏的美食 隐藏在住家里面的 诶 等一下 住家式的隐藏美食 我们也是有吃过几家 它的特色在哪里 它是 娘惹私房菜 娘惹私房菜 对 还是真的没有吃过 而且重点是 刚才不是讲说 那个Finder起不起咩 哎呀 贵吧 不是 所以这个OK啦 最低一个人八十多块 最少四个人这样子 哦 要四个人 只有我们两个喔现在 哦 我懂了 我先帮我们工作人员 谢谢你啦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 我拿 九十 十一四啊 十二个人 谢谢你了 你出到以来最豪气的一次 我去准备一下 走 哦 我有点surprise 因为啊 我平常认识的娘惹餐呢 好像没有看过鸭 嗯哼 这样子的鸭还有那个 没有看过咧 那我要跟你解释一下 Rainfall老板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你好你好 你好 老板坐老板坐 来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 我们有很多问题要问你 真的真的 可以可以没问题 娘惹 常常为什么会出现 这么我们平时少见的 对 鸭肉 对鸭肉的话就是 嗯 Uh 呃 驱之以去台湾的时候 啊 然后他们的 鸩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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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它的cost 它就蛮高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蛮难找 所以我就把它换去鸭 哦 可是你们不是走着这个 凉惹封卫吗 有 我的凉惹菜 有包 有盖盖的全筒 还在 就是 还有其他风味的美食也可以找到 所以不是说100%是娘惹这样子吧 看客户 因为我的菜单里面有百多样菜 我第一次是严顺家 马来西亚 我们都是以狗鸡 狗鸡这是经验几包纸包的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蛮有特色的 就是这样 这个好想配饭 是不是 所以讲你们要饭吗 对 这个很下饭 对 因为它的那个咸度是很够 像我们吃那个Yungokai的时候 这样子 然后最主要就是 它变成有咸味 就充斥着它皮 它的肉 它的骨的感觉 然后 它的那个鸭的那种膳味 就没有这么重了 对 接下来应该会吃些什么呢 如果第二道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那一道菜 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是煎螺肉 螺肉 煎螺肉 Spiny 煎螺肉 本地的 本地的煎螺 煎螺 就是我们平时在可能海鲜店 看到那种 没有 这个是主场地在Pantaramis 我看到臭豆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臭豆 Samba Samba Yes 然后吃螺 螺肉 对 一般上你会吃外面是炒虾 很脆啊的螺肉 它是脆口的 对 螺肉跟那个臭豆一样脆 对 对对对 Samba Balaciano 是甜的 带一点点 带甜的 一点点甜 然后甜辣 对 这个就比较辣一些 嗯 这个真的比较辣 因为平时很少吃到 就是 而且是如果有那种 娘惹风味的 比较少有螺肉的出现吧 是螺肉 吃一下新的东西 对啊 想的特别 对对对 所以我就没有给你传统 但是大家还是依然可以在这边找到传统的 娘惹餐 好不好 OK 我们来吃一下这个虾 对 这个虾我看你有放了很多那种 黄瓜 然后有蒜头 大葱 感觉很开胃的感觉 很多这个佐料哦 对 所以佐料也是要摇一摇 让它香味适应 对 你可以从 通常会吃的话是先从 汤开始 然后在这里面 哦 可是这个好像salad哦 虽然是切到碎碎放在那个虾上面 还有那个姜花 有 很香耶 这个 它是酸酸 我觉得这个第一档也要先吃这个 好开胃哦 有放鱼露那些吗 有 稍稍 它的调味很香 因为冰城凉的是蛮接近泰国的 对对对 因为冰城是偏酸跟甜 嗯 所以你会讲 有些库克会错的 他们点了 他们来自我点泰国餐 我讲 sorry 没用 哈哈哈哈 他们会有点小小的误会 对 他们会一下 但是味道会蛮新的 因为我便宁永远是 会影响到 因为靠近 对肯定 因为是那边 就算有创新 还是会有娘惹的部分 有在里面 欸我好奇耶 这个羊谷茶 你有多少个羊的 部位在里面 羊肉跟羊肚 羊肉和羊肚 对 然后你吃 我好奇另外一个东西 你要讲吗 因为我是想说 这个是不是就是老板 最近才演发 就是新的 就新的 没有什么人尝试过 这个是你们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 第三主人 第三三主人 可能播出的时候就不一样 就很多人吃了 他的羊肚味 比我想象的少很多 而且回甘耶 就是 可以了 像我听到吗 我是信要你们给我的回甘 欸为什么会这样 是 因为你想到羊肉 你通常第一个人 就怕他的羊肚味很重 再加上你放进汤里面 那个羊的味道一定会 非常非常突出 可是这个还好耶 他很明显的回甘 我是surprise在这个地方 你喝下去 像你讲的 喝到一点点羊肉的味道 药材的那种微苦出来 但是他很快的就补上 那个干味 诶 怎么会讲 有诶 有诶 为什么 花水作用 你叫什么神秘的秘方吗 也是药材 也是药材 你surprise 连羊肉都不会有那个羊肚味 是耶 就是那个lamb shang的那个部位 就是腿肉 对 难怪那么嫩 有让我们惊艳到 谢谢老板给我们分享这么多 客气 客气 新颖的娘惹菜 对 谢谢你 谢谢老板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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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是 两个人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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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点满啊 没有关系 所以我帮你安排一下 几号啊几号啊 好的 OK 你好 你好 一个人一个人 我要坐靠窗的 靠窗边的 你是来 哦我是来吃东西的 那隔壁吗 隔壁就是那餐厅吗 是啊 这里是酒店啊小姐 我知道 因为我是一个精明的消费者啊 所以我知道这边的住客 好像在餐厅吃饭 对得到一个15%折扣啊 对没有错 对对对对 所以啊我就要拿到15%折扣 哇很聪明啊 这样我给你两个个人资料啦 可以可以可以 好来来来来 你叫什么名字啊 呃 丹蕙店 丹蕙店可以可以 可以了吗 可以这样麻烦的我只是要吃饭 没有你先去吃了先 然后过后我再给你这个折扣 可以吗 可以你会给我折扣对不对 会会会会会 放行放行 可以可以可以 我自己闹 住隔壁啊这也25%折扣 好 这就是什么零食桌糊 没有啦 因为外面下着雨嘛 这就是有点浪漫的感觉啊 对然后也可以吃到 热平美食说好是不是 是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邀请我们的 董家,叫马里山 菅 luego mariam mariam do you love malaysia oh i love malaysia nine years in malaysia oh so what do you think you can travel anywhere, and you still enjoy you know cold weather hot weather island beach whichever everything is available in malaysia this restaurant what is the concept of this restaurant we like to introduce ourselves as a fusion restaurant fusion restaurant so our travelers from the hotel they come here let's say they're from russia 他們會找到他們的蒜蓉瓦 他們會找到一個地方的食物 他們會找到鮭魚、鮭魚店 比較像一個融合 所以這就是想法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間餐廳吃的食物 對,非常國際的食物 對,我們都沒有旅行 來吃看看這個 蒜蓉瓦,對 很難吃喔 對,因為這個就是俄羅斯美食 是是是 然後配上那個basmati rice 長米有沒有 然後我就直接把這個 三個layer的 三色pasta 對,混合起來 泰式 spicy 它真的很濃郁耶 Oh my god 你過來餐多一點它的醬汁 它的醬汁好像很厲害 太多了啦 欸,牛氣十足耶 它沒有我想像中的牛耶 不是那個不好吃 我知道 它的那個牛的味道沒有這麼重耶 是好吃還是 它是好吃的 它更多的是那個cheese的香味 很creamy 總之就是很濃郁很脆 它是好吃的耶 它是好吃,我喜歡耶 你已經把整半 整半把那邊吃掉了耶 欸,加上那個飯 粒粒分明我跟你說 欸,你這樣你講話我聞到那個 醬的香味耶 有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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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creamy 其實我剛才沒有刷牙啦 我會在彈彈人家的美食 不是抓你的牙齒 你可以聞到那個很cream 很cream的味道 對呀,它真的很cream 欸,很好吃耶 我聊了流口水 我還是吃我的比較好 好吃一直吃 我會說那種辣的化不開 它很接近samba的那種辣 它的samba是多辣的程度 因為samba有份很辣的 中間 中低耶 你可以叫一些風乾葉的那個香味 然後不辣 真的不辣 滿friendly的 因為其實你要serve 給外國的一些遊客的話 他們可能想要嘗試一些不同的美食 你太辣 他可能也沒辦法 但可能就是對Marian來說 最愛就是辣的 這個不辣 對,國情不一樣 吃的美食也不一樣 是是是 對不對 它的海鮮是新鮮的 我沒有吃到海鮮耶 我覺得這個也算是 小朋友friendly 小朋友友善的pasta 我自己覺得辣 但你的小朋友可能要 小學 可能在幼稚園就沒有辦法 可是我真的沒有吃到辣的感覺 一點點 完全沒有耶 還是有 OK,接下來另外一個 Sashuka 我看它的起司好像滿濃的 超濃的好不好 你也拿了一片 它的起司 是雞蛋還是雞蛋 雞蛋 我的天啊 我最愛雞蛋 你有吃到濃濃的那個 自然的香味嗎 有啊 很香 有蛋的東西就是好吃的 這個蛋呢 它跟它的那個 番茄融合得很好 不會說那種 番茄過酸 或者是只有蛋的香味 然後最主要就是 它真的很多蛋 很多很多 它的番茄醬 因為 其實一開始我會誤會 有番茄有蛋 番茄炒蛋 擺放的是不一樣的東西 它的番茄醬是 比較偏是 搗碎了意大利麵的那種 番茄醬對不對 它是吃得到 那個番茄顆粒的那種 是 然後你可以看到裡面有 超多的這些佐料啊 香料啊 你看這個 對它的香料啊 真的 講不出名堂了 但都不會過濃 因為有些朋友他們可能想 吃這些的時候 很怕那個香料味道有點蓋過 原本的那個味道 但不會 它就真的是天香 難怪 喜歡吃自然味的朋友會喜歡 它是地中海美食 它才是比較適合配這個麵包 如果你加入這裡的Member 你可以獲得五十塊 五十令吉 你說我好聰明啊 奧瑞小聰明啊 等下打電話過來 奧瑞小娃把那個Member 沒有 他們沒有我的店 等下打進吧 好啦 OK 接下來就是這個 他們自己 由零到一百 自己做的這個Pizza Smoke Dug OK 其實Smoke Dug Pizza 我不是沒有吃過 但是自己做的 我真的就 你燻那個鴨 真的耶 我看了都開燻耶 開燻喔 你看 欸你看木頭的香氣 你看 你還舔到桌子嗎 不是 真的是有人在煙燻過 他們有那個特別的木 Hakri 有 真的有耶 有一個煙燻的 木頭煙燻的香味 他馬上剛才講 它燻了很多次嘛 對 就是做這個鴨的時候 也是燻一次 然後在做這個Pizza的時候 又再燻一次 再燻一次 平時我們吃類似這樣子 看起來不是很厚餅Pizza 我們會覺得 應該沒有那麼飽 但是因為這個是中型 我覺得啦 我就把它 中型的Pizza 介於中間 就不是那種 蒜糕 也不是那種厚皮的 所以還是 它又很足料 它是拿的時候 你是沉甸甸的感覺 所以我吃起來還是沒有飽足感 今天我要吃Pizza 我要吃中型Pizza 是啊 我是開中型汽車的嘛 所以我要吃中型的Pizza 可以嗎 我的體型也是中型的耶 你是大型的嗎 哈哈哈哈 你是Aloris 你是Lori耶 哈哈哈哈 我是小型Lori 不可以嗎 所以這次實實很實在 讓你有飽足感 又可以品嘗到它的美味 餵一個Pizza 哇 你想要多要變成這樣子啦 抑鬱風情直接上來了 很好吃 真的真的 我特別推薦這個 總之大家可以來到這邊 如果 外部的朋友 你想要體驗一下 不一樣的 好像很Vintage的 一個Hotel的住宿 同時隔壁有一個 有抑鬱風情的餐廳的話 就可以來這裡啦 沒錯啊 好啦 我們今天的寶藏美食 就到這邊咯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啦 字幕變成了 字幕翻臨 字幕翻臨 字幕翻臨